林泉西语 云河主持 亲爱的朋友,你好,我是云河,欢迎你收听林泉心语的节目。 不知道在每天忙碌的工作和家务之中,你现在是不是松了一口气,坐下来喝口水,然后呢,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节目。 那么在下面的15分钟里呢,也愿神赐下圣灵和我们同在,让我们在这安静的片刻当中,从神的话语中重新得力。 朋友,今年年初的时候呢,听说内蒙古遭受了几十年不遇的血灾,有好多的牧人和牲口在严寒风雪当中等候救援。 我们呢,也专门为此祷告,求神纪念和帮助,希望这次的损失不会太大。 这件事情呢,也让我回想起小时候唱过一首歌。 为了保护羊群,不怕风雪,不怕严寒,是歌颂一对蒙古族草原英雄小姐妹,在一次放羊的过程当中呢,他们遇到了暴风雪。 为了保护集体的羊群,他们不怕风雪严寒,也不顾个人的安危,最后呢,保护了羊群,自己呢,却被冻成了残废。 那么几千年前的巴勒斯坦地区,可能和今天的蒙古地区有相似之处。 牧羊是好多人维持生活的一种劳动方式。 我们都知道雅各曾经为他的舅父牧羊好多年。 大魏王年少的时候呢,也是一个牧羊的少年。 主耶稣在世界上传道三年,面对的群众很多都是劳苦的大众。 主耶稣呢,他就总是用劳苦大众,很容易了解的语言,来说明天国的道理。 那么在湖边呢,就有打鱼的渔夫。 在山上旷野,当然就有牧羊人。 主耶稣知道羊很喜欢群居,跟着牧人。 大概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常常自比是好牧人,也称信徒是他的羊。 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中,主耶稣用好牧人和羊的比喻来说明他作为一个救赎主,和他要救赎的人类的关系。 在第十一节中,他说,我是好牧人,好牧人为羊舍命。 主耶稣说他自己是好牧人,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算作好牧人呢? 好牧人不但要他有能力,也要有爱心,还要肯为羊舍命。 我们刚才说到能够在暴风雪中不顾自己的生死,用生命来保护羊群的人,才能算作好牧人。 主耶稣说他自己是好牧人,因为他愿意为了我们而舍命,为了救我们而自愿地钉死在十字架上。 羊是一种很温和,很软弱的动物。 即使是没有暴风雪的时候,野兽也会来袭击羊群。 大卫王在他少年的时候是个放羊的木童,常常要和狮子啊、熊啊来搏斗,把这些野兽给打死或者赶跑,才能够保护住自己的羊群。 牧羊人的工作呢也非常的辛苦,责任很重大。 羊长得胖还是瘦,有没有传染病,会不会死,春天新生的小羊羔,冬天的暴风雪,平常的野兽,还有偷羊的强盗等等这些。 只要是跟羊的生死有关系的,都是牧羊人的责任。 好牧人不但居无定所,时速不定时,而且天天都有风险。 只有不怕辛苦也不惜舍命的人,才能算作是好牧人。 那么什么样的牧人,他不是好牧人呢? 就是把放羊当成了自己谋生的手段,做故宫的人。 他关心的呢,只是酬劳自己能赚多少钱,而不是羊群。 所以呢,他就没有责任感,也不关心羊群的死活。 记得当年我下乡的地方,每个生产队都有羊。 我那时候呢,每天只能挣八个公分。 当时呢,最棒的男老力也只有十个公分。 可是放羊的倒能挣十二分。 这我们今天的话说呢,真是高薪阶层。 后来呢,有一天半夜,狼突然来了。 就听见羊公把那个鞭子甩得啪啪啪在响, 嘴里面呢,也在那吆喝,好像是在赶狼的样子。 第二天一早呢,听说狼虽然没把大羊偷走, 可是呢,咬断了二十几只小羊羔的脖子, 喝了血呢,就逃跑了。 因为什么呢? 因为这个羊公虽然在那甩鞭子, 可是他不敢出来和狼当面搏斗。 结果呢,让队里新生的小羊羔都被狼给咬死了。 队长当时非常生气,就扣了他好多的公分。 主耶稣还说过,我是好牧人,我认识我的羊,我的羊也认识我。 我们既然是羊呢,就要学会认识自己的牧人, 要小心一切的假先知和敌基督。 这些人呢,徒有其名,不但不能够保护羊群和教会, 还会从内部来破坏羊群的团结, 使外来的敌人呢,很容易的就渗透进来, 腐蚀了我们的群体。 特别是最近这些年, 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, 甚至呢,是异端邪说, 把本来应该是很纯洁的教会, 搅得人心散乱。 那我们就更需要用耶稣的话来鉴别真假, 像听话的羊一样, 跟着我们的好牧人耶稣基督走, 以防上当受骗。 主耶稣在讲到他是好牧人, 他的羊认识他的声音之后呢, 话题一转,就说, 我另外有羊,不是这圈里的, 我必须领他们来,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, 并且要合成一体, 归一个牧人了。 我们知道当时耶稣传道的工作, 主要是在犹太人的范围之内。 犹太人听了他的道理之后呢, 当然就认为他是犹太人的牧人。 可是这句话却告诉他们, 他要把外邦人也领到正路上来, 做全人类的牧人, 让全世界都归向神, 在基督里面合一。 这段话对持守传统的犹太人, 毫无疑问, 是一个挑战。 让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记载, 可能就更容易明白耶稣的心意。 当时有好多的税吏和罪人都挨尽耶稣, 要听他讲道。 法利塞人和文士就很不满意这些人, 他们要接近耶稣, 也不满意耶稣去接近他们。 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说,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, 失去一只, 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, 去找那失去的羊, 直到找着呢。 找着了, 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, 回到家里。 一个罪人悔改, 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, 脚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, 欢喜更大。 我记得我当时有个朋友在内蒙古的牧区插队放羊, 他说呢, 当冬天第一场风雪袭击草原的时候, 好多的羊都没有准备, 还在那安安静静地吃草, 突然来的风雪就让羊群受惊四散地奔跑, 有的小羊呢, 一不小心就离了羊群掉到雪洞里, 或者呢, 就躲在什么土堆草堆的后面, 在暴风雪中在那发抖。 这时候啊, 牧人先把大队的羊群赶到了安全的地方, 然后呢, 就骑着马顶着风雪, 去找迷失的小羊。 据说这些和羊群离散的小羊, 他们不会自己找回家的路, 常常躲起来, 怕碰见狼。 牧人找到了冬江的小羊的时候呢, 就解开身上厚厚的皮袍子, 把小羊放在怀里, 像妈妈抱着自己的婴儿一样, 等他的身体慢慢地暖和过来, 再给他喝水吃草。 这些策马奔驰的好牧人, 遇到恶狼的时候, 要奋不顾身地保护羊群, 可是对待迷失的小羊, 又像妈妈一样的温柔。 我的那位朋友当时他虽然很年轻, 又是城里面的汉族的姑娘, 可是因为他特别勇敢, 在风雪里面救出了很多迷失的小羊。 所以呢, 蒙古族的老乡就给他起了一个蒙古女孩子的名字, 叫乌云齐齐格, 意思是说是草原上的红花, 又美丽又光荣。 好牧人爱每一只小羊, 他保护自己的羊群, 更要把那些迷失的羊找回来, 带到自己的羊圈当中。 可是啊, 在法利塞人和文士的眼里, 他们觉得这些迷失的羊活该冻死, 他们不但看不起税吏和罪人, 还离得他们远远的, 表示划清了界限。 他们盼望的不是罪人得救, 而是罪人被风雪给消灭。 然而呢, 耶稣却说, 一个罪人悔改, 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。 神爱每一个失丧的灵魂, 就像好牧人一样, 他找到了冻江的小羊, 就抱在怀里面, 然后呢, 带在身边, 保护他们直到永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卑的天父, 谢谢你的大恩, 你亲自来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, 也求你医治我们破碎的心灵, 重新塑造那像你一样又美又善的灵, 让我们永远住在你的殿中, 再不与你分离。 祷告是奉靠祝耶稣的圣明。 阿们。 祝 loving爱好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